高級級的教練 我目前是在國立級大學運動保健系 現在是系組員的工作 我主要的專長是運動傷害與急救 還有體制人教育和體育訓練組當中的專長 待會兒可以大家做好了 待會兒我們等下請大家配合一下 如果我們有些簡單操作的部分 或是要 model 可以配合嗎 可以 可以 待會兒我們就上課會比較順利一點點 我的一堂課的部分是有關急救的概述 急救概述是我們要基本認識一下 什麼叫急救 你在做急救的時候你的工作當然是怎麼樣 怎麼做會比較安全會比較有效 這就是我們的一堂課的主要內容 好 整個叫急救 旁邊是不是亞洲醫院 我今天來為他 我今天來為他 我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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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這是救護車 救護車裡面是有抓著一個專制的 這個叫緊急醫療救護員 它是水 抓著就是救護人員 這是職業員 另外一個呢 可是職業的人呢 基本上他的數目是不是有限 應該是大部分人都要學急救 當別人有困難的時候 我是不是隨時都可以自己急救 那一般的話會救到呢 基本上他是救到周邊比較親近的人 對不對 那運氣比較好 救到周邊的人 OK 好 周邊的人 所以基本上呢 我再問一下 這邊有沒有學過我救護的 有沒有問題的 沒有 沒有 沒有擔心我不會問你 OK 好 我是了解一下現況 好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 我們的角色跟他們的角色是不太一樣的 第一個 他是不是在救護車裡面 是不是要去到現場 一定是要施救 對不對 那施救過程中 如果有個問題 是不是有他法律責任 他有職業的責任 但是呢 我們現在做的部分 是個好心的路人獎 好心的路人獎 所以當你去施救的時候呢 第一個 你還是要做對的 對不對 沒有做對的 是不是還是有風險 還是有風險 所以呢 我們在學急救呢 第一個 最好是要取得標準的訓練 另外一個呢 還要把動作做好 把動作好 所以這個 今天大概是不是要 現在去配合 就是說 當你學了 就把他學好 把他學好 好 那所以急救的定義呢 就是當有人 有受傷 事故傷害的時候呢 或出發疾病 那在現場 還有未送達醫院之前呢 我們在送醫的途中 給予立即的緊急救護跟照護 所以我們在 假設我們現在有人 昏倒 昏倒的情況下 我是不是在現場救 現場救 那在送醫的過程中 是不是還要繼續救 對 繼續救 這個就是我們在 這個急救的一個 的一個邏輯 OK 那急救的目的呢 基本上有這三個 那第一個呢 就叫挽救生命 那什麼叫挽救生命 那我現在問一下 什麼情況下 比較容易會死亡 失血過多 對不對 所以失血過多 我們是要控制初血 所以我們是要學直覺法 對不對 還有什麼情況 會死亡 停止呼吸 或是呼吸困難 OK 剛才是不是 第一個我們講心臟病 對不對 心臟病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叫心肌梗症 那心肌梗症呢 心肌梗症呢 就是萬創動漫組織 那提供心臟的 養分的血管被篩住了 是不是那個地方是會 開始快死 快死 快死的心臟是不是開始亂跳 到後面是不是就不掉了 那 不亂跳的時候 就這樣剉煉蛋 是不是抖 抖動 其實它是沒有壓下去的 所以我們心臟是不是要把水壓下去 OK 所以基本上呢 當它現場的時候 是不是心臟是不是要亂跳 的時候呢 第一個 我們是不是要給它CPL 所以我們心臟會壓 壓的時候 要把水打到腦 是不是打得到其他的地方 是不是防止腦死 OK 可是這樣亂跳的情況下呢 你幫它壓 它並沒有辦法 恢復正常的調動 所以另外一個 是不是要有一個叫 電擊器 電熱力 讓它恢復正常的調動 所以我們基本上的CPR 是買時間 買防止腦死的時間 電擊 是不是才有效讓它生活 所以待會兒是不是有 TPR加AEB的部分 對 所以呢 挽救生命 心臟病 心肌梗塞是會死人的 還要什麼會死人的 中風 沒有救 中風是不是 中風是不是有小中風 是不是叫 所以小中風 會是不是可能臉會斜啊 但是它還是還沒有恢復正常的 那我們有幾個正式人物 是不是也有小中風 有 但是它還是可以 思考正常 只是 講話或是走路的時候 是會稍微偏怕一點點 但是它還是可以處理的 但是如果中風沒有去處理 是不是有可能還是會死亡 OK 所以還是要密集的去處理 OK 然後什麼情況下會死亡 衣服梗塞 衣服梗塞 我們需要學衣服梗塞的排除 是 OK 還有什麼會死亡 這樣好 不用擔心 你是講錯就講錯 對不對 我會補充嘛 OK 還有什麼會死亡 台灣是不是一個熱帶房氣 癌帶房氣 會有什麼 中暑 中暑 熱穿前 熱心軟 哪一個會死 中暑 不會 中暑 中暑 中暑是死亡率百分之二十到七十 你在沒有疾病的情況下 導致中暑的話 沒有去施救 沒有去管它 是不是就容易會有死亡的風險 OK 那以為我們講的像柳霜 它不是中暑 它是熱衰型 所以還算很好 它的意識還是清醒的 那中暑的話 就是意識不清的 那我之前是有處理過中暑的經驗 它是眼球是往上掉 開始會有打覆的聲音 嘩 嘩 這是什麼意思 它已經是完全昏迷 呼吸到已經是被部分注射 是不是才會有出現打覆的聲音 OK 所以中暑是一個很緊急的事件 所以你是不是現場要趕快去做施救 OK 所以這個 有些情況是危急的 是不是可能要稍微小心 你看是不是還有過容性的傷害 比如說氣喘 是不是要小心 你看是不是有被避風 被普通的車道 是不是也可能是過容性的反應 所以我們要去做 挽救生命的動作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重要的傷 你是不是要很小心 要很注意 所以要趕快做注意 好 另外一個要是不是減少 第二個要是不是減少 第二個是減少 沙士跟冰井的惡化 假設的車是古車 那我們 在我們學校 如果有去過我們學校 我學校有很多路障 因為路很大 所以怕進去有人飆車 所以就涉了很多路障 另外一個路很彎 路 彎來彎去對不對 彎路很彎 在林口 那邊 如果有去過的話 好 假設這個是骨折 OK 你自己用 不是救護車站 對不對 你自己用你的車子站 就是 自用車站 OK 好 他是不是坐在車子上面 你可以想看看 經過路障 腳速甩一下 如果沒有固定好 所以骨折是要先固定好 才可以移動 OK 沒有固定好的方向 是不是就是 經過路障 手腳送真的是掌吧 另外一個經過轉方的 就有靈性地 蛛蛛蛛蛛蛛蛛 它是不是就一直躺啊 所以在骨折 情況下 我们是要做好固定 是不是才可以移动 还有运送的工具是要适当 所以不一定是好心 就是对的 所以你要知道 在五则情况下 是不是要先固定好 才可以随便移动 才可以移动它 所以我们是要 第二个是要防止 三次跟一起的恶化 所以我们是要做好 正确的判断跟这些处理 好 那在可以的情况下 我们是要让伤患 是不是尽早获得治疗 所以 第一个有状况 是不是要打119 119是不是救护车 是不是在五分钟左右 是不是就会到现场 一般台北市 可能在五分钟内就到了 台北市可能五到十分钟 因为地比较大 都会去的是跑比较快 因为地点会比较快一点点 OK 那我们在现场做急救的时候呢 好现场做急救的时候 好假设你现在是急救员的 你的任务包含下一集的 第一个我们到现场要判断 现场是否安全 是否安全 有三个 另外一个要迅速判断这个三块 但是你要迅速 但是要镇定 OK 另外一个我们会有几个评估方法 我们会有观察跟交谈 要做身体检查 还有给伤患进行优先的急救 OK OK 好那我们先 来可以 借一下 好 那我场地好像蛮干净的 躺一下 这样过大声吗 可以 可以 好我现场是不是到现场 是否安全 有人躺在这边 那躺在这边的时候呢 你要先思考现场是否安全 OK 那如果这个现场 安不安全 安全 可是如果是在十四路口 安不安全 不安全 安不安全 为什么不安全 车子太多 车子太多 OK 所以你知道现场救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要请旁边 马里指挥交通一下 麻烦指挥交通一下 是不是要麻烦 是不是他控制交通 你是不是才去旅旧 如果你直接下去旅旧 是不是车子过来 是不是连一起都 连過去 那我之前是在那一个 我可能会让你躺很久 OK 那我们在那一个 在新庄那边的中山路 那有那个桥梁 高架下来 那有一天呢 是不是就是 在高架施工的时候 有一个工人掉下来 另外一个工人 因为他有两三个地址操作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 刚好是不是在路边 所以他也下去 就 你用在路比较暗 结果呢 结果呢 后面是不是车子 就直接连过去 两个一起走 所以我们在救人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小心 所以在十字路口之后 你就要注意到这一个 好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之前去 雅历山大 你们听过 在敦兰 敦兰殿 就是他的 三敦兰 的地方 结果是不是 那个一氧化碳 是不是燃烧完全 结果是不是就五六个 会员是不是昏倒在敦兰殿 那在呢工作人员他也学过急救 他也学过急救 所以进去之后呢 是不是看到有昏倒了 是不是就在现场急救 嗯 急救完之后呢 工作人员也昏倒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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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问题 对 是不是要先把他移到线 移开危险的环境 是不是在做急救 这样可以理解吗 可以 所以现场是安全是很重要 是 好 如果是瓦斯 瓶漫的空间 我们要先做什么 开窗户 还是关瓦斯 关瓦斯 都可以啦 看哪一个比较近 对不对 对不对 看哪一个比较近 但是是不是都要做 开灯 OK 开灯 爆炸 OK 还有了 就今天了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场 安不安全是不是就很重要 好 那将倒塌的房子 是不是 还要活在现场 就是属于危险现场 都要是适当的去做判断 OK 所以现场 安全的 OK 然后是 清晰清晰房 请张开眼睛 不是喝醉酒的 OK 张开眼睛 是不是意识清晰 对 OK 或者是意识不清晰 我是不是可以问他 OK 那我们是不是会有检查意识 就有清 生 痛 火 清 这是意识清晰吧 痛 清 生 听声音 听得到 但是他意识不清晰 我这样 先生先生 哦 但是意识不清晰 有没有 他对声音有反应 但是 意识不清晰 痛 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地方你摸一下 这个是胸骨 这个 我虽然 啪 就是很痛 所以这个地方呢 胸骨这边钻下去 哦 是痛 这是最痛有反应 可以吗 你把手拿起来一下 摸一下你的胸骨 好 压进去 揉一揉 这是不是只用骨头的表面是骨膜 所以你摸下去很痛 所以一般刺激是不是就会有反应 OK 火 刺激是不是都没有反应 是不是轻生痛苦 我们是不是在检查意识 不过这个是铃 比较偏着急急救的部分 OK 好 所以今天今天请你发 没有醒 直呼救 救命啊 马上去打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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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电话之后 是不是到门口去 就是迎接救护车进来 是不是就叫救护车进来 这样了解吧 所以我是在控制这个现场 从这个现场 OK 好 谢谢 好 所以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是不是 表明 第二个呢 如果到现场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人 誰救 如果是 好 这是爸爸 这是小朋友 有人滚倒了 你要去救 你没有说你是谁 你要去救 他会让你救吗 不会吧 所以你是不是要先表明身份 我是受过急救训练的 急救员 或是急救教练 或是EMT 这个是不是要先表明身份 这样是不是他会让你救 还有他愿不愿意让你救 因为你现在是什么 你是好心的路人奖 你不是在执行你的业务 如果你是在执行 是不是就很不一样 对不对 他不让你救的情况下 你还是施救 是不是就可能会有风险 这样了解吗 所以可能就要小心 好 那如果 我们看的是不是就是危险环境 就是现场 是不是有立即危险 如果要控制的 就不能 不可以进入 对不对 你不要因为救人 是不是可能自己发生风险 好 那这个例子 假设有溺水 你不会水上救生 你跳下去 是不是也跟着走 对不对 那一般的话 是不是如果水上救生的 第一个会用什么 器材 好 是不是就是用物体 是不是让他可能可以 拉他上来 或尻 东西上来 或是用竹竿 是不是伸出去 是不是看能不能 把他拉上来 而不是自己跳下去 这样了解吗 所以 这样子的 我们是不是就是要特别小心 如果是现场 是危险 是可以排除的 我们就要在就地急救 不可以随便搬他 不可以随便搬他 好 但以往以前是不是有要叫山豬搬运法 山豬搬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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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一个困紙 所以把手脚都被搬着 OK 所以 早期不会搬运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抓手抓脚 一个人抓手抓脚 可是这个是骨折 一这样一拉 是不是觉得更严重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没有固定好的骨折 是不是不能随便移动他 所以一般的话 只要是现场是安全的 我是要在现场做什么 做急救 做急救 是不是甲板固定 固定老师要移走 是不是要有标准的运送方法 可是你在急救的过程中 假设你已经打电话 是不是打119 在台北是5分钟内 是不是就到现场 台北线是不是就是5到10分钟内 可以到现场 所以你是不是现场做基本的急救 那是不是ENT就已经到现场 是不是 就已经到了 是不是他可以接手 你就可以交给他 给专业人直接 趕快送到医院去 这样清楚吗 OK OK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是不是要正定 正定 还有迅速 只做检查 所以我们刚才的就是 检查他的一个 我们可以用看的 用金的 用摸的 用纹的 纹的 那我问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 我在我们学校 我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人是躺在我们的那一个 大陆的旁边 机车他也在旁边 也有带安全帽 那我们过去呢 因为我们学校跟长庚大学在一起 所以也有长庚大学的学生在那边 他看到一个人躺在那边 他在那 哦哦 但是他 意识不清醒 你叫他 他对声音有反应 但是 他是意识不清的 因为他喝醉酒 我们叫闻 是不是要闻到他 是不是很严重的酒味 可是呢 他摔倒的时候呢 安全帽已经斜掉了 脖子也歪掉了 嘴巴是不是这边有血流出来 这个严不严重 是不是可能有颈椎的受伤的风险 所以我们在现场是在控制那个位置 告诉他不要动 不要动 提醒他不要动 提醒他不要动 那脖子如果乱动 是不是可能脖子就会有风险 所以这个要稍微小心 这个闻到是有 他有酒精味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有另外的清醒 所以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问一下 如果一行化妄中毒 會不會有味道 如果瓦斯 會不會有味道 有 為什麼瓦斯有味道 加醋氣 是不是特別加進去的 但是一般是烧炭的 是不是就沒有味道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他 雖然都是一行化妄 但是 因為瓦斯是特別加 是不是讓大家知道 是不是有這個風險 OK 好 那再來呢 我們會剛才是不是有 檢查意識 檢查呼吸 賣果 這待會兒我們會再提 再提 那剛才是不是檢查意識 我們剛才講的 是不是有 親生痛苦對不對 這個意識清醒 對聲音有反應 對痛有反應 完全沒有反應 對不對 這比較細的部分 OK 好 那如果是意識清醒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交談 先生 你是不是整了 我頭痛 頭痛 那以前有沒有頭痛過 沒有 沒有 那昨天有沒有喝醉酒 沒有 所以你是要問他 以前有沒有做什麼事情 OK OK 好 那有沒有非常痛 痛到爆炸 太爆炸了 那還有其他地方痛嗎 沒有 那以前有沒有高血壓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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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先幫你叫救護車 OK OK 有時候我們是不是就是要問他對不對 但是他沒有辦法在判斷的情況下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做一些簡單的處理 然後待會我們再看怎麼處理 OK 好 所以我是可以判斷他的意識 還有發生的經過 還有他的疾病史 還有痛的情形 還有主要哪邊的問題 比如他是撞到是不是膝蓋痛 你是問他是不是膝蓋痛 如果摔倒的時候 是有撞到肚子或撞到什麼地方 你問他是不是哪邊最痛 哪邊最痛 但是不可以先摸他最痛的地方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要先從旁邊上來摸一下 再摸這個地方 不然你一壓下去 他太痛了 是不是就不讓你檢查其他地方 這樣了解嗎 因為你要做間別診斷 間別診斷 所以你可以 你一壓他最痛的 他是膝蓋就 就不讓你檢查 這樣了解嗎 OK 好 那做全身檢查 我這邊簡單的示範一下 全身檢查步驟 只是這個是處於高級疾病 可能要學會的 我只是示範一下他的處理的流程 來 等一下 睡袋 你要坐 你要坐 不坐 可以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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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是不是就有就地急救 好 今天先生請女房 請張開眼睛 張開了 但是他沒辦法反應對不對 你也沒辦法問他 所以我是要進一步的去檢查 這樣有沒有呼吸 張開眼睛他有呼吸 對不對 所以他有張開眼睛 但是他沒辦法回答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要做一下全身的檢查 好 全身檢查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檢查他的體溫 所以可以摸一下自己嗎 OK 我是不是我們的手臂 我是不是再摸他一下 唉呦 有點發燒 OK 我是不是用自己的 自己是不是正常的 是不是再測他一下 是不是可以檢查溫度 OK 再次看到臉色 是不是有沒有蒼白 有沒有發黑 對不對 有沒有粉紅 或是潮紅 粉紅 粉紅是不是可能一陽化妝中的 潮紅是不是可能是中暑 或是高血壓 發黑是不是可能就是有缺氧的情形 缺氧的情形 是血液滋留 或是血液滋留的情況下 是不是有可能會發黑 但是如果是缺氧是不是失血過多 或是內缺氧是不是可能會蒼白 OK 最後是觀察他的臉色 觀察他的臉色 OK 好 那臉色是 蒼白的 OK 好 那我是不是要做全身檢查 從頭檢查到腳 所以我把手拿出來 OK 摸一下 這是不是很酷的動作 這是不是很酷的動作 但是我摸他的身體的時候 是不是如果你是有手套 你是專業是不是最好戴手套 你也可能是會碰到血 或碰到處置液 這樣是不是可能會有感染的風險 OK 所以我是這樣摸下去 看你有沒有凹陷 有沒有凸起來 凹陷是不是可能頭腹有破裂 凸起來是不是有腫起來 看一下手有沒有血 OK 之前是不是有人撞到頭之後 是不是頭破掉 可是這邊呢 因為頭髮這邊是黑色的 收到救護車的時候呢 一直看他血壓一直掉一直掉 但是沒有發現 因為有時候病床 那個電子也是黑色的 跟頭髮顏色很像 所以沒有摸到這個地方 所以他血一直流 沒有注意到 所以你是不是要這樣摸下去 是不是看一下有沒有血 OK 再一下檢查我們的 這個 摸一下自己的眉骨 看有沒有斷 看鼻骨 看顴骨 看下痕骨有沒有脫臼 有沒有 有沒有繞了眼海對不對 所以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看結構有沒有異常 OK 好 我們再看他的 漆口 哪漆口 兩個眼睛 耳朵 鼻孔 喊嘴巴 是不是七個孔 我們講是不是七個孔 OK 那老師看一下 我是不是有拿根底照一下 看瞳孔有沒有 放大或縮小 或一大一小 可以嗎 如果瞳孔放大 是不是可能這個是缺氧的 可以嗎 當缺氧的時候 瞳孔會放大 縮小 縱弧 可能是縱弧 一大一小 是可能腦有受傷 然後損傷 這樣了解嗎 那如果對光沒有反應 照一下 瞳孔也放大 照下去呢 瞳孔放大的時候 你照光 是不是它沒有縮縮 是不是可能腦 細胞是不是已經壞死了 差不多 這瞳孔 沒有縮縮的反應 所以這是很危急 這樣 這樣清楚了 老師看瞳孔 OK 可以看瞳孔 正常大小是2到3厘米左右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 鼻孔 有沒有透明澄清液流出來 或是鼻血流出來 後面澄清液的就像那個髮膠一樣 有人看到髮膠 出門就要磨髮 髮膠 這一個 這個髮膠呢 是不是又類似腦脊髓硬 這類似流出來 或耳朵 這邊流出來 OK 再看嘴巴 看有沒有斷掉的牙齒 有沒有血塊 有沒有假牙 是不是有沒有隱藏到呼吸的情形 是不是檢查這一個 那我們在檢查眼睛的時候呢 順便看一下 眼睛有沒有熊貓眼 有熊貓眼呢 是不是可能眼眶 撞到是不是可能有破裂 是不是才會有熊貓眼 OK 那我們在檢查耳朵的時候呢 看一下耳朵後面 看有沒有瘀青 但是頭不用轉 你先給他稍微故意地這樣 他頭轉是不是脖子 如果有受傷 那是可能要勾斜 所以我是不是檢查他耳後 這個也沒有 這個叫巴式正後弦 OK 可以嗎 這是比較細的 高級肌肉 那我是簡單講一下 我簡單講一下 OK 那我是不是整個頭 是不是都檢查過了 可以嗎 是不是膝孔 是不是都檢查過了 OK 在檢查脖子 看氣管這邊有沒有排列正常 氣管這邊 你看一下這邊是不是能直線 是不是直線嘛 對不對 好 什麼情況 氣管會往這邊偏 氣胸 血胸 或氣血胸 所以撞起的情況下 是不是可能有 背包是破掉 是不是 氣裡跑進去 是不是可能會導致氣胸 那如果出血 是不是有血胸 那又破掉 又出血 是不是叫氣血胸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 壓力越越大 是不是會把 往這邊一壓 氣管是不是就可能偏一邊 這樣來檢查 是不是檢查氣管 還有呼吸困難呢 這根脖子是不是肌肉是會弄髒 這樣可以嗎 OK 那我是檢查脖子後面 你看摸一下 脖子後面 這排列有沒有正常 都正常啊 不然不會在這邊 OK 往前彎 你可以摸到一顆凸起來的 這個是第七頸椎的 一頸椎有七結 這是第七頸椎的位置 這一般排列是不是都是它的直線 那你要看它是不是有旋轉 看一輪 呼吸 所以我們看它排列是否正常 OK 好 是不是脖子跟脊部是檢查完了 那是不是檢查我們上次的部分 上次摸一下自己的鎖骨 摸兩邊 兩邊鎖骨有沒有正常 OK 那有些是不是就是車禍摔倒 或是在浴室跌倒 有可能撞擊 這樣撞下來是不是可能鎖骨會斷 或這個地方斷 韌帶斷掉 是不是鎖骨翹起來的 一邊鎖骨一邊高一邊低 所以我這樣是不是摸下去 檢查它鎖骨有沒有正常 還有摸一下它的手 抓一下它骨幹有沒有正常 這一個抓一下 好 再來如果是 它現在是眼睛有打開對不對 但是意識不清 所以我是握它的手 抓一下用力 如果它會用力是代表它還經得懂你的指令 如果你加要用力它完全沒辦法用 是不是就說它不知道 沒辦法反應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因素是什麽 死之緊扣 我這樣抓住的部分呢 第一個 手的控制由誰來控制 當然 頸椎的神經跟出來的 所以當手沒辦法用力 完全沒辦法用力 是不是頸椎一次頸椎的問題 這樣了解嗎 一個是它聽不懂你要用力 一個是不是頸椎可能有問題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我們檢查手之後的是不是檢查頸椎 頸椎 頸椎我們是不是用手刀 所以稍微壓一下 你不要這樣一直摸 你摸完是不是 我剛才是 好 這樣子壓一下看 胸部有沒有斷 好 再看一下肋骨有沒有斷 好 再來是肋骨檢查 是不是檢查肚子 肚子我們把它切成四個向線 這個地方是不是胃 對不對 對不對 這邊是不是肝 這是盲腸的位置 藍尾的位置 這個地方 沒什麼東西 OK 所以壓一下 這邊是不是胃也會痛 是不是可能胃的問題 這邊是不是肝 是不是可能肝的問題 這邊 壓下去 放掉是不是有滿腸透 是不是可能有盲腸有問題 這樣了解嗎 所以一般的話 肚子是軟的 對不對 肚子是軟的 肚子是軟的 那如果肚子是不是有僵硬的情形 是不是有可能是內出血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檢查這個肚子 是不是這幾個向線 OK 那檢查完之後呢 我們是要擔心背部是不是有受傷 我們是檢查前面 所以手翻這樣 但是身體不能扭轉 所以摸一下他肩胛骨會斷掉 在這邊穿進去 穿進去看他被腰椎有沒有受傷 OK 好 這一個 摸一下 這邊摸一下 好 那我們是不是被檢查完了 能檢查到檢查 檢查不到就只好算了 OK 再來我們是檢查五層這邊 五層是不是稍微壓進來 你不如把他扳下去 因為他可能有裂傷 你這樣撥下去是不是可能就開了 這樣來的不是撥幼植的類 我們是不是稍微加壓 看他有沒有疼痛的類 那這個地方呢 這邊是不是有骨頭 這個叫齒骨連合 所以我們這邊壓一下 會有痛 所以有時候是車禍 是撞擊會可能撞擊這個地方 好 這個齒骨連合 好 那這邊呢 這是生殖器的地方 如果男生是不是可能有陰肌異常呼吸 是不是可能有脊髓損傷 那女生這次有陰道出血 是不是可能撞擊到整個骨盆 有陰道出血的情形 OK 另外一個是不是有大小變失性 是不是可能就是 他的脊髓這個受傷或老 受傷就沒辦法控制 所以檢查骨盆這個地方 這樣可以嗎 OK 那再來我們檢查大腿 看他骨幹有沒有斷掉 有沒有凸出來 檢查膝蓋 兩隻腳是不是要檢查 好 因為他剛才眼睛都打開對不對 只是不能給你反應對不對 好 再來我們是做這一個 好 勾起來 勾起來 OK 這樣是不是他聽得懂 OK 往下壓 下壓 對 往下壓 聽不懂 OK 我是不是就是抓掌跟推掌測試 我剛剛是不是抓掌 這是不是就是推掌 測他的腳的反應 腳這邊的神經控制 有誰 腰椎的神經吞噬出來的 如果這邊沒辦法動 完全沒有反應 或是動的時候會痛 是不是有可能是骨頭有問題 肌肉有問題 如果完全沒辦法用力 是不是可能意識控制的問題 或是脊髓有受傷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是不是全身檢查 是大概還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他是輕型的 親身 請坐起來一下 OK 他是輕型的 這情況下 那我是問他 你哪邊受傷 假設是懷關節扭傷 我是問他 你是不是腳 他會回答 懷關節扭傷 懷關節扭傷 扭到 那我是不是檢查腳就可以了 如果是膝蓋受傷 我是不是檢查膝蓋 所以剛才的全身檢查 他是一個步驟 是一個流程 那一個專業的提救人員 是不是可能要一分鐘內 就要做完這些檢查 因為我是邊做邊講 所以會做比較久一點點 所以我可能一分鐘內 就要做完這些檢查 這樣可以嗎 從頭到腳 OK 謝謝 謝謝 所以呢 在提救的部分 是不是會有這樣子的 好 所以剛才這個全身檢查 大家已經看過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 初期提救學過之後 是在學高級提救 因為這個就要全部都要考 好 好 那再來呢 第三個呢 什麼情況下 我們要先做急救 急救 你要先做什麼動作 才會比較有幫助 第一個 要維持他呼吸道的暢通 所以當這個人均勻的情況下 蛇更會往下掉 所以第一個是你要暢通他的呼吸道 所以一般成人的話 我們是不是往上抬呢 大概你的下 下方 耳垂要跟地面成垂直 這樣呼吸道就會暢開 好 直接才會暢開 所以我們要暢通他的呼吸道 可是呢 如果他是 像機車的車禍 安全帽是個插痕 對不對 安全帽有插痕 安全帽有插痕 安全帽有歪掉 你是不是一次頂椎受傷 所以這時候你是不是隨便動他的脊椎 可能就會有問題 好 這個要再注意一下 好 那再來就是要 重建呼吸功能 如果他沒有呼吸 是要趕快給他癢氣 所以你是要做口對口人的呼吸 可是現在是不是有些時候不太敢 做口對口 最新的CDR裡面是不是就是有 第一個 這個叫做CBA 以前是不是叫做AVC 所以要先做吹癢口氣 那現在是不是就是先做AVC 如果你不願意 吹氣的話 你是不是就是一直按 一直按 還是對他有幫助 再來是要重建 血液循環的功能 我想問一下 心臟按壓 有目的意思做什麼 心臟可能是要提供全身的血液循環 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就停了 或是跳不夠不足 或跳太慢 就是血液循環提供不足 所以你就要按壓 是不是提供他全身的循環 尤其是腦 腦 腦 細胞缺氧多久會腦細胞幹 快死 四到六分鐘 這個要記起來 所以當我們一氣調停止的時候 四到六分鐘 是不是就是黃肌時間 這種現場是不是四到六分鐘內 是不是急救 所以CDR為什麼大家要學 你要等 一定要救護車來 是不是總會太慢 所以是不是大家都要學CDR 要學CDR 這是全民的應該要知道的 所以這個是要推廣的 好 所以當心臟其實跳動的時候 我們給他CDR 另外一個如果嚴重初學 我們需要做止學 所以待會兒第二堂課 是不是就是狀傷止學 這是學止學的一些技巧 好 再來是預防休課 休課不是叫休息片刻 休課是我們身體的組織 缺乏足夠的氧氣的工藝 所以可以簡單說來 它是一種缺氧的現象 但是這個缺氧現象有不同的原因 有可能是心臟停止跳動 有可能是失血太多 有可能是過敏性的反應 都可能會造成休課 所以我們都可能要去做處理 好 那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要預防傷事惡化 所以我們可以隨便亂動它 所以我們是不是做急救 是有急救的技巧 急救的技巧 好 剛才的部分我是檢查他的意思 所以這個有幾個 有沒有意思 另外一個正常的呼吸呢 是多少下 要記起來 成人的是12到20下 所以我們看他呼吸如果 是不是呼吸很快 一分鐘是超過20次以上 是不是有呼吸破壞的情形 那如果他不是運動的情況下 是不是可能就是有呼吸困難 我想問一下 你爬高山的時候 是不是在比較高山的地方的時候呢 氧氣比較缺乏 那我們身體會怎麼反應 是不是心跳會比較快 呼吸會變比較快 所以當我們缺氧的時候 是我們身體會比較反應 所以心跳過壞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有異常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什麼叫正常 才有大腦看不到什麼叫異常 所以該背的要累起來 所以剛才大腦缺乏7多久 所以是黃金時間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做 是不是做心跳 可以嗎 好 所以呼吸呢 正常呼吸是12到20下 是成人的 好 另外一個拜佛 以前如果年紀夠大 我們有看過的節目叫跳動72 如果聽過就是年紀代表夠大 跟我差不多 好 跳動72 拜佛 72是在正常範圍 是60到100 都是到正常範圍 正常範圍 那有常運動的人 是不是心肺耐力比較好的 他心跳是不是可能低於60下的 所以我看他身材就知道 他是沒有人是這樣子的情形 如果他跳舞比較少的話 這樣了解嗎 所以一般比較 那一般比較好的 可能是50左右 50到60間 那如果看到這個人是 胖胖的 跳4、50 你就要擔心了 因為他不可能跳4、50 對不對 了解嗎 他如果跳舞比較快 因為他心臟要提供 要壓出去的血壓 提供他全身 是不是要跳舞比較多下 是不是才 才完成 所以這不是有貢獻 所以正常是60到100 那我之前是在做高科技的公司 去幫他做體能檢測 結果在量的時候 在上班其實幫他量 心跳都超過100票以上 高科技產業 這都是設計單位 如果你今天設計的東西 設計出來之後 別的公司是超越你這一個 半年的心血 就是說白費 所以他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他們壓力其實非常大 所以平常上班的時候 心跳率高於100票 像他休息10分鐘 5分鐘 10分鐘 再量還是100票以上 OK 所以有些是比較異常的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是工作壓力太大的話 是不是怎麼會 比如說我叫一個出來要考試 考CDR 你不太會 是不是就開始心跳就變快 OK 這是緊張嗎 緊張 好 第二個 大家是不是講過 血壓 正常血壓 這是 縮縮壓 這是 心臟壓縮的時候 血管是不是有壓力 這叫縮縮壓 那放鬆的時候 血管是不是有壓力 叫舒張壓 那縮縮壓呢 是120 舒張壓是80 現在這個是叫健康的範圍 正常的範圍 那如果是81到89 我們稱它叫臨界高血壓 可以嗎 舒張壓 就是你要注意你的血壓 還不是高血壓 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血壓 那如果是 121到139 也是臨界高血壓 就是你要注意到你的血壓 因為從預防疫學來講 你要稍微注意了 那這是健康的範圍 OK 但是你要量兩次以上都是有這種現象 還是代表有這種現象 所以這次量不代表真是準 你要再回去量還是這樣子 要小心一點點 OK 好這是血壓 好 另外一個頭膜 剛剛是不是講的 頭膜是不是正常2到3厘米 有放大縮小 放大是什麼 什麼情況要放大 缺氧 缺氧 什麼時候會縮小 重乎 重乎 什麼時候一大一小 腦損 這個腦損傷 這個重乎或是創傷 這樣了解嗎 好 好 再來 我們摸體溫 我們是不是正常體溫是 36.5到37.5左右 那有些書是寫36.2到30 但是在這個範圍 在這個範圍 OK 好 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看膚色 就是看它臉色 另外一個呢 我們看它的血液填充能力 我們把自己的手伸出來 就是為了指甲床 這樣從這邊壓下去 就變白色 放掉 裡面兩秒內恢復正常臉色 這叫血液的填充能力 當你的血壓是正常的 你的血液填充能力是不是就正常了 所以要兩秒內恢復正常 如果不是在兩秒內恢復正常 是不是可能 有失血過多的情形 OK 有可能是外出血 有可能是內出血 所以我們檢查這個 是不是可能有內出血 摸一下肚子是不是硬硬的 剛才是講肚子是不是硬硬的 是不是可能只有內出血 對不對 那你再壓一下指甲床 他說我血液填充能力 兩秒內恢復正常 呼吸又很快 是不是可能缺氧 今天要來教訓的話 是不是可能缺氧 就這些症状 是不是可能加起來 是不是可能有內出血的風險 這樣是不是趕快送醫了 這樣清楚嗎 好 再來看 想個 好 再來有幾個急救的一般原則 我們要注意一下 你們現在的姿勢舒不舒服 都沒有太舒服 人家是卡 對不對 就是我們要給你舒適的正常姿勢 如果這個是 單同看 什麼姿勢是 該給的姿勢 所以 另外一個 要給你 預防休克 跟保養 一般是 如果是缺氧 我是要給氧 造成休克 要是缺氧 如果是 失血過多 我是要止血 如果是過敏性修克 如果是過敏性修克 就趕快處理過敏原 對不對 那你沒辦法處理 就趕快送醫處理 趕快送醫處理 趕快送醫處理 好 那 體溫是不是怎麼會下降 我們是不是要適當的保暖 但是不要讓它流汗 流汗 流汗有時過多 是不是就保持缺氧 你可以知道 OK 保暖 適當的保暖 好 另外一個 補充體液 補充體液 因為我們的血液呢 多化會影響到我們的循環 如果你的體液流失 你的血量 會變少 血會變比較稠 所以流出會變比較慢 工療的力會變比較差 所以你適當要補充水分 可是什麼情況下不能提供 如果他可能隨時要開刀的話 開刀是不是要講禁食 要禁食 所以你們看一下 什麼情況 什麼開刀 意識不清 你給他喝水 是不是可能捏到 對不對 再來呢 頭胸腹部的撞傷 是不是可能要開刀 對不對 再次就是需要手術者 我們是不是都要禁止給他任何的飲料跟食物 可以嗎 所以我們要給他東西的時候 稍微探斷一下 這是一般奇就為的狀況 好 再來呢 我們要給他適當的吸理支持 把心理支持 如果有些人是撞到 這邊都要頭 這邊都要破皮 血是不是流下來 要流下來 滿臉都是血 OK 好 這是 爸爸這是小朋友 OK 所以 撞到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 滿臉都是血 爸爸走過去 是不是很緊張 對不對 這裡是路人腳 走過去 我這處要流 這也飄你 對不對 是不是他給他心理壓力 對不對 他也會摸倒 兩個都可能摸倒 所以我們在急救現場 也是會控制他的 現場狀況 OK 我想問一下 你一般缺血的就是多少 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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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沒有4000 250 所以我這樣留下來對不對 這樣留下來 有可能是留 30cc 50cc 所以看起來是 滿臉都是血 如果只是一般破皮 也是這樣留下來 所以第一個 我們是不是要控制什麼 壓住他 但是要戴手套 或檢核接受的體驗 我們是不是壓著 把血擦乾淨 是不是檢查他傷口的大小 確定傷害嚴重程度 但是會先把血擦乾淨 還有 放心 我是受到訓練的急救員 比較緊張 我在幫你做急救處理 OK 好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是要提供他的吸體支持 這樣 所以我們控制現場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再來呢 卑鄙藥 不要隨便脫他的衣服 尤其是女生 你不能隨便脫他的衣服 比如說我們是 一般這個CDR 是在找母頭連線 你用看的大概就知道了 不一定要把它脫掉 這樣就知道 脫掉是不是會有爭議 所以你是DMP 就是你在執行任公務 AV要是不需要脫掉 不需要脫掉 OK 好 再來是保持現場安靜跟空氣流通 假設這裡有昏倒了 是不是很多人就圍過來 對 圍過來是不是空氣流通就不好 對 而且七嘴八舌 是不是就處理會比較困難 所以我是不是要控制現場 控制現場 然後請他旁邊是不是要散開一點點 好 我只要進行處理 這是現場控制很重要 好 再來我們是要做迅速的送醫 還有尋求資源 所以 中國有一個特色 喜歡當醫生 喜歡處理 但是 過度處理是不是趕快延路就醫 對 好 這個要稍微處理一下 好 所以 要送是不是要趕快送 所以你要簽什麼 如果這個沒有密室 救命啊 我要去打19 目光接觸 OK 我要去打19 請到門口 你倒就不撐進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要稍微處理一下 好 那我們在急救的過程中 他如果恢復正常 或我們子彎學的 是不是要隨時觀察他的 真理象徵 還有記錄下來 這樣是不是就是 就一人一來 你是不是可以告訴他 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 是不是可以提供他一些訊息 那原來我們是三到五分鐘 會再確定一次 但是最好是不是隨時觀察 隨時觀察 OK 好 如果現在我會找 在現場 你要怎麼去打電話 叫119進來 這個是注意事項 對不對 你要請119進來 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項 第一個 要請兩個以上 去打電話 為什麼 一個人會太難 這邊我問到了 快過來 死瓜 對不對 是不是確保 是不是他 所以是請兩個打 是不是比較保險 OK 還有 另外一個 打電話之後 都是要強迫 明顯的標的路 好 比如說 四川路 對不對 二段 幾號 就是大廣 對不對 好 那靠近雅中立院 你是不是有一些明顯的目標路 你是不是要講 好 那在這發生的時間 好 剛剛還昏倒了 剛剛還昏倒了 好 那三方幾個人 一個人 那現在沒有意識 夫妻很微弱 好 是不是 要稍微報告一下 還有現在做什麼組織 我們是擺適當姿勢 隨時觀察 他的身體象徵 好 那再來就是 重述 請對方重述一遍 你是不是在掛電話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他是不是很盡快 就派遣物身過來 好 這個是你要做的一個技巧 OK 好 什麼叫適當的姿勢 這個是平塔 所以剛才是平塔 這是最佳的檢查的姿勢 所以我剛剛是不是就自在性 平塔 你要做檢查 做全身檢查 好 另外一個呢 我在做CDR之後 也是這個姿勢 平塔 好 那我問一下 如果現在在寫波 在寫波 你是要腳朝下還是頭朝下 你吸牌的東西是做什麼 做啞 做啞 踢到頭 是斜坡 頭上去 你頭 腳朝下 你是 血是不是更容易擋不上去 對 應該是頭朝下 你這樣壓下去 才比較容易上去 雖然是平塔 但是斜坡 這樣來解蠻好的 要稍微示範一下 好 再來就是嚴重的頭部外傷 跟乳骨骨折 你腳抬高 是不是出血會更嚴重 頭抬高 是不是怕缺氧 那就平塔 這樣解蠻 這樣解蠻嗎 白手都不對 就是平塔 好 再來是 頭肩部電高 頭肩部電高 好 另外一個 還沒有完全上去意識的時候 如果是重工 我們會把頭電高 是防止出血會更嚴重 OK 另外一個 重鼠 重鼠的部分 這個 我們暫時不記 之前 這個還是有爭議 還是有爭議 我們先 導致一個頭部的外傷 如果外傷 頭弱出血 如果輕微出血 你是不是就是頭抬高 是不是要血要打那邊 是不是就是比較困難 所以就比較容易止血 我稱它叫抬高 直血綁 我們叫直血綁 OK 好 第二個呢 如果你是有肚子痛 肚子痛 如果平塔 肚子會用力 對不對 這是不是可能會更痛 所以我是拉它屈膝 屈膝的時候呢 是不是肚子會比較放鬆 就比較不痛 好 比較不痛 所以屈膝呢 身體到一定高 如果嚴重的腹部創傷 如果這個人是這樣子 被開山高化道 開口是這樣子的 是不是就是要屈膝 是不是開口會合在一起 如果開口是這樣子的 你要屈膝嗎 屈膝就是開口笑 所以是不是要側躺 就是傷口是不是才會合在一起 這樣來解嗎 所以躺的姿勢會影響到傷害的情形 OK 好 另外一個呢 這一個 平塔 腳踩高 中熱衰竭 熱衰竭是身體脫水 脫水會導致我們身體缺氧 缺氧 是不是叫平塔 腳踩高 血容易到腦 OK 導致熱衰竭之後 我還沒再講 好 另外一個 溫倒 跟休克 有些人是站在久速就溫倒了 OK 下次的血液 沒辦法打到上半身 沒辦法打到頭 是不是腦部佔時間的缺氧 所以我是不是就平塔 腳踩高 是不是讓血容易到腦 或者坐姿頭前去 如果那一次很輕輕的話 OK 但是我如果有地方躺 是不是讓他躺著腳踩高 20到30公分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如果是撞傷的時候 或下肢有骨折 我把它固定好了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把腳踩高 就20到30公分 這是要排刀 直覺法 對不對 就骨折就可能出血 OK 好 另外一個 這個叫 這個姿勢 是半坐墨 假設有的是呼吸困難 呼吸困難的時候呢 我們要怎麼辦 要呼吸順暢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用半坐墨的姿勢 這樣呼吸會比較順 我們現在比較順 不用半坐墨的姿勢 好 最後一個 有一個是側堂 另外一個叫呼吸之勢 呼吸之勢 呼吸之勢 那呼吸之勢呢 我們要先示範一下 待會大家跳一段舞 就可以把它寫起來 待會 好 呼吸之勢呢 所以當一個人 是不是可能有缺氧 或是可能嘔吐霧會霧出來 會吸到嘔腔裡面 這裡要有像中風嗎 是不是就是 如果他的嘔吐 或是有溺水 這個嘔吐 如果讓他正常 是不是可能噴出來會吸回去 這個也必無可適 所以這時候 我們是要擺成 悟書之勢 OK 好 今天把他走開 我們去踏 踏 往旁邊 好 好 那一個呢 好 他現在踏得還不錯 所以我們就是要把 一個靠近身體的手 把它擺平 這是一 靠近身體的手擺平 再來是對側腳 這是二 那是三 二跟三呢 順序 沒有關係 好 再來 好 再十四呢 我要幫他翻身 翻身的時候 我這時候要拖出他的脖子 這邊是不是要拖出他的脖子 拖出他的脖子 這邊呢 抓住他的褲腰帶 腰 四 翻過來 我這邊是扶住他的脖子 這邊是脖子排列是不是正常的 OK 好 四 好 翻過來 五八 翻過來 好 六 差不多一跳 好 七個動作 再一次嘛 OK 再一次嘛 OK 來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把手掌放在他的下巴的地方 六 讓他趴下來 七 腳彎曲 OK OK 好 先把呼吸到 雙方好 但是我吐是不是會吐在這個地方 可是呢 這個姿勢 如果有脊椎受傷的 這個姿勢不適合嗎 這不適合 所以 付出姿勢呢 適用在沒有脊椎受傷的姿勢 這樣清楚嗎 好 那另外一個 如果救護車一直沒有來 如果這是天遠的地方的話 救護車一直沒有來 我們每個三十分鐘是要換邊 換邊 那我到另外一邊 欸 喔喔喔喔 我伏著他脖子 我是伏著他脖子 欸 過來 好 辛苦了 到我地板 喔喔 到我地板 這個啊 那你過來 那你過來 那你拿著 OK 這邊 過來 可以嗎 這是復蘇知識 是不是要每個三十分鐘 是不是要換邊 但是如果救護車贏來了 他早就贏 也就不需要換邊了 可以嗎 可以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大家做一次 喔 因為這個是CPR的時候 我還會再教 不是我教啊 但是另外一個教練會教 請大家站起來 我們再跳一段舞蹈 然後學起來 OK 好 我們先右邊 好 1 好 一起 我們這邊 1 2 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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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1 2 3 4 5 6 7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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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5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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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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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7 7 假设你是65公斤 我们是乘以13乘之1 你是5公斤之选一 所以如果是65公斤的 身上有5公斤之选 可以吗 那流失20% 就会有轻度的休克 30%就会有中度休克 40%就有重度休克 这是补充 你不用记没有关系 好 可是我刚才讲 5公斤的20%是不是1公斤 1700 对不对 如果是动脉出血 你打开标的 是好像水龙头 也是大动脉出血 是不是这样 你在水龙头 用1700的饱充品去接 这很快就接完了 那大动脉的2000继续接 这很快就接完了 那如果大动脉出血呢 你没有快速的止血 这个是不是有生命危险 所以止血是有非常重要 是有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做急救的时候呢 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大出血 都是很重要的急救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在场或 一般的话如果现场很多人受伤 很多人受伤的情况下 我们要先救谁 要先救谁 要先救谁 好我们简单了 好其实在医院在急诊室有一个叫 简伤分类 是不理的 因为是会先拉坐 伤害的严重程度 是不是先 先分类了 是不是再看进去 如果你是轻微的扭伤 你到那边 医生稍微帮你看一下 你就坐在那边 你会以为他一直没救你 他已经处理完了 他已经处理完了 因为这个伤对急诊室来讲 是轻伤 小伤 他给你冰块 冰敷就是急救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他是要尽快去处理比较严重的人 所以他一开始就会有减伤分类 减伤分类 好 那我现在假设现场很多人受伤 我们在做什么处理 好 很痛的请举手 第一个 他举手了 代表他听得懂 手又被举起来 代表脖子这边 颈椎准备是正常的 OK 请你走过来 走过来 他是不是下次也是正常的 OK 还可以请他帮忙 这样有点吗 好 所以假设这个是 你要看是不是完全都没有反应的 没有动的 对不对 你还可以请他去 这个是大浪出血 是不是请他去做加拉之血 因为他是最轻微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现场是要控制他的整个伤害的情形 还有现场要寻求可以支援的人 即使是现场的伤害 也有分轻重 这样清楚 OK 好 那我们在创伤的部分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类型 一个是有伤口的 叫开放性伤口 所以你有看到血 也有看到伤口 OK 那但是有一个分类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挫伤 就是欧枪啦 挫伤是不是就是淤青 被外户盾撞到之后 是不是就是欧枪 有没有看到血 没有 欧枪不叫血吗 对不对 欧枪 如果用有没有初学的来做判断 它是不是就是可能是分在那一类 如果是用有没有伤口的 它是不是就分在另外一类 所以我们这个 是不是用开放性跟辟索性 挫伤是不是又放在辟索性伤害 这样可以理解吗 可以 可是挫伤一般都会两个合并在一起 假设你跑一跑飞出去 领导是不是会先撞击又滑行 撞击是不是就挫伤 滑行是不是又插伤 是不是有开放性伤口 所以经常是不是两个会合并在一起 这样可以理解吗 OK 好 那开放性伤口呢 这是有 我看到有初学的 有伤口的 所以我要去做处理 待会简单的去注意一下 那辟索性伤害呢 比如说挫伤 扭伤 拉伤 脱臼 臂索 臂索性的骨折 这都是辟索性伤害 所以一般常见的运动伤害 大部分都是辟索性伤害 OK 大部分辟索性伤害比较厚 好 我们看一下 OK 第一个 你也杀 对不对 如果有吃手扒鸡 是把它撕裂 就撕裂杀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转一转 是不是才有办法 那个 好吃醋的 结果抱歉 OK 所以我是不是转一转 那个是不是就撕裂杀 对不对 第二个 被 那一个 假设跑步的时候 是不是被拎鞋抓到 是不是也许撕裂杀 被那一个铁丝网勾到 是不是也是撕裂杀 OK 不平整的表面 也导致 所以 是不是也是撕裂杀 这个撕裂杀 出血会比较严重 但是呢 感染会比较多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要预防 像直血跟感染的部分 是不是都要处理 好 因为我们是处理期就有 假放这边 好 另外一个穿刺伤 有分 穿刺的位置不太一样 穿刺伤有另外一个是 从里面擦出来 你可以从外面擦进去的 从里面擦出来 是开放性骨折的 从外面擦进去的 擦的位置不太一样 OK 之前有一个 日本的 那一个 观光客 晚上渡刺了吃宵夜 去 去便利商店买东西 结果呢 泡完面 泡完之后 是不是就是 咬了筷子 吸 结果跌倒 插到活龙 对 OK 另外一个 有些人是不是吃珍珠奶茶 吃珍珠奶茶 对 是不是就是那一个吸管 结果是不是塞住了 他是 他坐车 坐车 那刚好塞住了他拿着吸 结果呢 紧急刹车 戳到 是不是 戳到吸管 OK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 我们在五六年前 全中印射箭比赛 在花莲射箭 射到头 上上射到头 OK 如果当场拔出来 是不是这个人 就死在现场 可是我们看电视 或看 看什么 龙门客栈 是不是被建设到 还点一点 是不是拔出来 不要被电影影响到 对不对 现场不能随便拔 对不对 不能随便拔 看位置 插的地方 是不是可会有大出血的 是不是不能拔 OK 可是你没有折筷子 折一折 或不小心被竹签 右窗插到 要不要拔 要 要 所以不同地方 是不是就等于 要处理的方式 就不太一样 那有人看到鸡棚 插过 对 对 台湾还用小支的 你看那个塔兰西亚是用大支的 还有一个像刀子的感觉 这样插过去 不太一样 这边血管比较少 就会比较少 所以枪打过去 还可以直接插过去 这样 没有 OK 好 翻四章 翻四章 OK 好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另外一个呢 在很多年前 十几年前 有一个国中老师 在走廊上走 那有一个国中学生 玩瑞士刀 玩瑞士刀 他边走边玩 边跑边玩 结果老师从教室走出来 他刚好直接撞上去 直接插到胸部 学生都太紧张 就把他拔出来 OK 虽然 好